你实作了iShop,因为它也继承了Iore,所以也要去实作这个Iore,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最后,组程式部分的话呢 就是利用C,因为我建立一个什么,你有一个Cycle 建立一个物件C,那C的话点Area,就是恢复要到界面的方法 然后呢,在C点Perimeter,这个周长的部分,大家可以把它秀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这地方原面积会被Bring了出去 然后呢,圆周长也会被Bring了出去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最后我们来执行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就会执行出来,就只有两个,一个圆面积,一个圆周长 OK,那特别注意 那另外就是说,撰写程式的时候 基本上,如果说你implement这个Ishare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假如说你没有实作底下这两个方法 你会发现,在Equilibus,它有防呆,就是说它有怎么样呢 防止你写作绳次 所以呢,因为你implement的Ishare 那Ishare它又继承了什么Iore 所以会有两个抽象的方法 这两个抽象的方法,你都一定要实作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implement它,但是没实作的话 在那个什么呢?在这个Equilibus里面,有没有 它有一个聪明的争挫 就是说你有这个implement实作它,但是你没有实作里面的方法 它会怎么样,有没有放上去之后,它会告诉你 诶,你有implement的,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把方法给实作出来 所以你有没有放上去之后的话呢 它会跳出什么? 新增位实作的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懒人 比如说因为你的界面里面好多方法 那你要一个一个通通去把它实作出来 要把它整个方法key上去 也会,有时候会痘死掉嘛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教同学说 你有没有放上去 它会出现什么?新增位实作的方法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两个方法就打上去了 你只要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绿色的这个注节的下方 注节的下方,它就实作出来 那也就是说你这两个,这些方法 界面里面的方法,你到时候忘了打也没关系 Equilibus会自动发展产生 Equilibus有很多自动的功能 不过因为我们课程时间有限 我们没办法很完整的跟各位做介绍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因为自动产生的程式嘛 有的时候比你自己去key的还不容易出错 所以在Equilibus里面有很多的自动化功能 各位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自动帮我们把这个void Equilibus你要实作 对不对?所以你称是吗?写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pre-remantor 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实作出来 否则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会产生错误 OK,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一题呢 试着完成 OK OK 感谢观看